许莲花哈一中学高级教师,一名抑郁症焦虑症康复者,一幸福人生学院学员,乐于分享生活感悟,致力于帮助全人类心理精神困苦的人们彻底摆脱病苦,获得健康幸福人生,相遇事员,点右上角关注作者后阅读,尿子力学与能量状态的理论能解释一切心理问题,一个人的能量状态决定一个人的身体, 心理,事业,家庭,人际等一切人生问题,能量纠缠是超越时间和空间的宇宙吸引力,这是自然规律法则,你是放什么样的能量状态,你就吸引更多同样的能量状态,人的能量状态是通过思想,语言,和行为来传达,心念,生意,动作都含有能量,这就解释了江本胜博士的水智道答案的实验, 你对水释放正能量信号,水结晶就是一朵朵规则美丽的花瓣图案,你对水释放负能量信号,水结晶图案就是扭曲变态的形状,如果你是一个正能量的人,释放正能量的愿望,付出正能量的爱, 你会吸引更多的同频率正能量的人合适,你的人生必然幸福成功,你不可能有任何抑郁症,焦虑症,强迫症,恐惧症等各种心理问题,能量状态决定我们的愿望能否实现。 国外有本比较畅销的书叫《秘密》,书里讲了一个神奇的吸引力宝则,说你想要什么? 你只要不断的想,向宇宙发射信号,就能得到神,如同真心求佛许愿一样,但并不是对任何人都灵验的。 这和发愿者的能量状态有关,如果你是一个正能量的人,而且释放了一个正能量的愿望,这个愿望就可以实现。 如果你是负能量的人,又释放了一个负能量的欲望,就什么也得不到。 周恩来总理从小发愿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,马云发是要为中小企业建立一个平台,解决就业,脱贫致富, 同时为大众建立一个方便购物的平台,这些都是服务大众的正能量愿望。 得到广泛支持,最终成为现实了,能量状态决定我们的爱是苦至甜。 一位有心理问题的大学老师说,我真心爱我的学生,尽管我很痛苦,其实你不爱,或者说不是正能量的爱,正能量的爱是不求回报的真心付出,是快乐的。 你肯定是为了爱而爱,贪图虚拟或回报的爱是索取的负能量,什么也得不到,所以痛苦。 一位患疑症的女士说,我太爱太在乎这个家,我很累很苦,其实你也不是真爱,真爱是无常的付出和关怀,是祝福和希望,正能量的释放是快乐的。 你一定是以担心、抱怨和苛求的负面情绪来爱家人的,吸引的是同样的负能量,因而你感觉有苦又累。 父母对孩子的爱也一样,正能量的父母,释放正能量的爱,关心孩子身心健康,鼓励孩子积极上进,希望孩子将来能成为独当一面的社会,有用人才。 这样的家庭和母幸福,是事如意,负能量的父母,释放负能量的爱,这类父母教育孩子追求宁丽与享受,大高分数,好大学,赚高薪,买豪车别墅,作为人生目标,释放这种贪婪和索取的负能量愿望,吸引同样的贪婪和索取,因此处处遭遇障碍和坎坷,就会释放大量的负面情绪。 最终孩子或者家长走入心理问题的死胡同,亲爱的人来存在抑郁症痛苦中的朋友们,关注自己的能量状态,努力转复为症,走出抑郁症,就在转念之间,真心希望我的文章你给一线希望,一点力量,早日找到正确方向,彻底摆脱心理困苦,获得幸福快乐人生。 更多关于心理问题方面的经验分享,请右上角关注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 请您能复达 touring街 debe车不明思考。